在當下疫情事略的時間 批准這個專型巴士公司調整票價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我們明白票價調整對市民帶來影響 尤其是每天出行承搭公共巴士的市民 交通費用的負擔帶來一個壓力 正因為這樣 所以政府也同時決定 將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的門檻 200元這個門檻延長到今年年尾 也將補貼金額上限調升到500元 直到今年年尾 希望可以為市民帶來舒緩 專型巴士公司在過去幾年到今天 都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營運環境 有部份的專型巴士公司 錄得是嚴重的虧損 甚至面對持續營運的壓力 在我們考慮批准這個專型巴士公司 在調整票價的時候 我們也都需要考慮到 確保這個公共交通服務 得以持續營運 為市民提供服務 也都要顧及專型巴士公司 所僱用的接近2萬名的前線工友的生計 以及他的家庭的負擔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請問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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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